你们要时刻牢记 但凡所有有关叶松先生的投诉 一律队回去 对一次 奖励五百块 怎么回事 平时王总大会小会 让我们安抚好投诉的客户 今天王总竟然要我们去对人 还对一次就能用五百块的奖励 管他呢 我们终于可以对人了 而且对人还有钱呢 大妈 真香 真香啊 王总放心 遇到这种人 我一定对到他爹妈不认识 没错 谁敢投诉叶先生 我就对到他哭泣 自成黄河长江底 一时间 所有人拍着胸脯 精神振奋 全都牢记一句话 但凡有关叶松的投诉 全部开对了 请问猪肚皮在吗 猪肚皮是哪位 你的外卖到了 你是猪肚皮 你才是猪肚皮 你们全家都叫猪肚皮 我叫猪月波 不好意思哈 你的外卖 麻烦给个五星好 谢谢 祝您用餐愉快 等等 我给你五十块 你去给我买包印针来 剩下的五块 给你当跑腿费了 我去 你要是早点说的话 我顺便就给你带 可现在外卖都给你送到了 你还要我去跑腿 是不是过分了 还有你这语气 怎么这么抽 这样吧兄弟 我给你的二百五 你去给我买两包挽救挽六 多余的五十 我全给你当跑腿费 怎么样 我出价比你高 是不是得换你给我跑腿 你这是在拒绝我 没有啊 我这不是给的价格比你高吗 你嘛 我可是股股银行经理 你一个出外卖老 和我比有钱 你做这行的 不就是应该给人跑腿的吗 在这里还给我拽上了 行 这当我不但给你差评 我还要投诉你 喂 吃了么客服吗 先生您好 这里是吃了么零一四一客服 本次通话会被全程录音 很高兴为您服务 我要投诉一个外卖员 好的先生 请您说一下 你要投诉外卖员的名字 叶松 一个叫叶松的 我接到投诉叶先生的电话了 先生 您刚才说要投诉谁 叶松 一个男的 这人态度有问题 非常恶劣 说我是什么贱货垃圾 还不给我送外卖 我要投诉他 哼 你个送外卖的跟我斗 一个投诉要你狗命 我给你开免题 让你享受一下 你们总部的宣判结果 你好 我们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我们的判断是 外卖老 你现在羞扰还来得及 哼 我们的判断是 你对人无理 有错在先 你还好意思打电话投诉 你这人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不止脸皮厚 你压得还心黑 人家外卖小哥哥送外卖不辛苦吗 人家外卖小哥哥就该被你投诉吗 人家外卖小哥哥就该低人一头矮人一劫吗 人家外卖小哥哥就该根据你的喜好送外卖吗 我去你妈的 我跟你说你压实在来投诉 我特么见你一次对你一次 就你这样面黑心更黑的人 活该单身 活该被人瞧不起 活该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我们公司建议您回炉重造 学习做人的修养和基本素质 我这儿有一个培训班 你要不要报名参加 不要998 不要888 只要198 另外 我们吃了么平台 不光提供顾客方便 还提供外卖员工方便 你要是针对我们外卖小哥 就是针对我们吃了么公司 我们以人为本 坚决捍卫顾客权益 但是 我们也坚决不允许 有人随意践踏员工权益 你若有任何的不满意 请憋着 忍着 吼咽着 感谢你的来电 祝您用餐愉快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 今天真的是见鬼了 外卖老 你马上给我管 懒得跟你废话 外卖老 出口在那边 我去柜台办业务 不行吗 我们股股银行是世界最高档银行 穷人不允许进入 穷人 你在说我吗 小伙子 他们这里没有五千万 是没有资格办理任何业务的 就算是ATM也不会给你使用的 看到没 股股银行的金卡 我这次转账金额就是一千万 你一辈子也赚不到的财富 先生请你出去 不要打扰我们银行的正常工作 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狗眼看人低的银行 这样的银行不配与我合作 恭喜你们 由于你们的态度 成功激怒了我 所以请让开 我要办理退卡 听到没有 这个外卖老说要退卡 真是笑死我了 这是今天鱼人节 你准备的节目吗 就你那穷酸样 你也配拥有我们的银行卡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 你要是真的拿出我们的银行卡来 我当着你的面吃了它 很好 我今天倒要让你们开开眼 银行卡哪去了 应该是在车上 烦请你们等着 也不看看什么货色 还想在我面前装牛牛 你不是要吃我的银行卡吗 这么多银行卡 原来你小子不光送外卖 还捡破烂啊 过来把你们银行的银行卡都解出来 注销掉 笑话 你让我找我就找 你以为你是谁啊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赶紧收拾好你的破烂 滚蛋 呵呵 你确实是个人才 我也同样给你一个机会 我数十个数 立马过来找出银行卡并且吃了它 否则你们骨骨山京分行 都将因为你而倒闭 你是傻子吧 还让我们山京分行倒闭 你怎么不说 你能让整个骨骨骨银行破产 保安 直接将其丢出去吧 真是脑子有问题 时间到了 是你不珍惜机会 喂 杨小静 通知我所有集团的负责人 一个小时内 将所有在骨骨银行的存款 全部转移到其他银行 一分不留 лег燃旧顺 二分钟 一分钟 半年